好了 昨天买的GoPro 12送到了 然后来不及做测试了 这个是送的杯子 然后我明天去越南的时候会用来做测试 然后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还送了一块电池 然后这个是我另外买的两块电池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线 然后还有一个螺丝 还有这个可能放在头盔上面的 它就是架一个盒子 然后有这些 然后我先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电池 哎呀怎么那么紧啊 要粗暴一点 OK那我就三块电池咯 然后这不管了 这个是用来充电充这个的 然后来来来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是用一加十一的手机在拍 因为中午刚吃完饭回来 明天就要去了 噢噔噔噔噔 OK然后这个又 哎这个怎么拆 噔噔噔噔噔噔不起来 咚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再拆这边 哇 四斑顺滑 然后 我看一下它是怎么 这边 哇 这个 这个是怎么 哇 好紧啊 这个 这样子 放卡还有电池 然后 放进去 哇 好紧啊 然后它这边就是有 这个点点点点 的这个 哎呀 我有强迫症 其实是不太喜欢 然后这边呢 它有这个孔 但是也有一个 直接 套进去那个三角角 我等一下试一下给大家看 好 大概是这样子咯 十二 哇 这个就比原来 丝滑很多 原来就是 OK 这个我要关掉它 呃 我可能不太需要 这个是怎么 哎 跟你们讲 这个GoPro 12它还要装这个应用 叫做GoPro Quick 然后才可以用 哇 真的很坑哎 如果你不装这个APP在手机上是不可以用这个GoPro 12的 怎么就测评的时候没有一个博主说这个事情呢 我刚才用了一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GoPro 12吧 还蛮多功能的 然后它这边有梳梳落的这个功能连拍 然后定时缩放啊什么的 哎 我动了哪里 它突然间自己拍了 然后就是 包括线性 很多种镜头的模式其实都会在里面 然后它这边有就光拍摄的预设就有很多种 然后有连拍啊 然后有照片有自定有经典 就经典这些就就可以自定义了 比方说可以 呃 把它命名为一个什么 名字都是可以的 像这个另存为 你可以把它作为室内啊 赛车啊 固定啊 户外啊 比方说我这个就是 固定要户外去 去做 广角的 然后这边就是三秒定时 那我也可以关掉定时器 也可以十秒 然后可以任意的调节 呃 功能上面其实是有很多 比方说我也可以设置落的这个模式 也可以设置标准 就JPG模式的这个输出 呃 触感方面就是比原来会强一点点 呃 但是还是有待加强吧 我觉得这个叫连拍 我看一下连拍有没有 好像是没有 那就资金也好了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功能还是多了很多 但是我还要再慢慢摸索 因为明天要去越南 所以我只能够说 边拍边研究边测试 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 然后再拍一张 然后再拍一张